越来越疯狂 像是用钞票洗澡 吃精液 喝人奶等夸张行为 虽然让他获得非常高的关注度 但也时常登上新闻版面 不过他本人 随着这些影片受到很多舆论攻击 大家好我是把蜡 今天来盘点那些曾经很红 现在却几乎消失在大众视野的YouTuber 不说废话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可能有些人对878发明家很陌生 毕竟他经营的频道时间不长 发的影片数量也不算多 不过在当年他的确是现象级网红 主要在网路上发布各种创意的发明影片 每部影片878发明家都会以蒙面造型现身 他配一段极为洗脑的饶舌 相信只要听一次就很难忘记 把他直到现在只要一想到他 熟悉的旋律就会从耳边响起 每部影片的开头 他会叙述他在生活所遇到的麻烦 试图搞些发明来改善生活 不过有看过的网友都知道 他总是开发一些好像有用又好像没有用的发明 然后亲身实测他的功能性 像是仿造机械式车位的机械式摩托车位 又或是说可以移动式的行动马桶椅 无理头风格在当时受到很多网友的欢迎 不过由于他对自己拍片的品质要求相当高 变相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这也是他后期影片的产量越来越低的关系 后来加入网红乌鸦成立的恶棍娱乐 原以为和伙伴一起努力 可以带给观众更多的影片内容 不过随着恶棍经营不散解散 878也跟着转型投到音乐的怀抱 去追寻让自己更快乐的事情了 小玉会当YouTuber最开始是受到同为网红的弟弟 人生肥宅尊的影响 也可以说小玉在当时订阅可以有这么迅速的成长 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客串弟弟频道所带来的流量 不过小玉会火除了弟弟的因素 他对观众的喜好也有很敏锐的观察力 他和伙伴笑笑一起 凭借着搞笑又疯狂的风格来经营频道 不过也由于他的影片尺度总是没有拿捏好 时常爆出引发社会争论的讨论 巴拉觉得他早期的影片虽然震惊一点 但还是很不错的 像是其他相关的影片就很受网友的欢迎 不过他后来可能发现越夸张的内容 可以带来越多的流量 于是他的主题越来越疯狂 像是用钞票洗澡、吃精液、喝人奶等夸张行为 虽然让他获得非常高的关注度 但也时常登上新闻版面 不过他本人虽然这些影片受到很多舆论攻击而陷入低潮 他开始迷失 分不清在镜头前疯狂的角色到底是不是自己 于是最终选择了封印小玉这个角色 退出了YouTube的圈子 但小玉本人并没有从此消失在社会大众的视野 他在2020年时 因为将成人影片中女主角的脸 置换成女明星、女网红的脸 招募获员并以频道的方式贩售而被警方逮捕 在2024年时入狱 目前正在复兴 而他原本的YouTube频道 也因为该事件被取消的盈利资格 首次出现在大众视野的圣洁石 是YouTube频道玩GAN中的一员 在离开团队后开立了个人频道 以日更的更新频率吸引到了一大票的粉丝 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突破了百万订阅 更是以口头禪BANG 在中小学生中引起了一阵旋风 他和他的老婆圣嫂嘟嘟在镜头前的互动 收到当时一众网友的喜欢 在他YouTube生涯最巅峰的时候 陆续发了几首单曲 还发行了个人专辑 甚至还开了北中南的签唱会 连同前面提到的小玉还有尊两兄弟 加上网红放火 在当年四大YouTuber被网友称为圣火欲尊 但是就在他流量最巅峰时 他选择消失在荧光幕前整整五年 整到2022年才重启频道的更新 并按他老婆嘟嘟一同说明当初停更的主要原因 是为了全力调养当时嘟嘟濒严崩溃的身心状况 重回YouTube的圣洁篪流量大不如前 把他认为主要是当年喜欢他的粉丝群已经长大 他还找不到新的定位来找回原本的观众 这举事想重新开始 他在回归后几乎散光了自己原有YouTube频道的影片 并用了很多心力在分享加密货币相关的新内容 不过因为推广了一个NFT的爆雷项目 他被网友形容在割完粉丝最后一波韭菜后想要跑路 最后圣洁时在各方压力下出面道歉并承认疏 早期用手机记录生活短片拍摄搞笑小短剧的有佛希 在当年脸书刚兴起的年代以搞笑影片爆红 也在这时和狂人娱乐公司签约 并在YouTube平台开立了频道 有佛希沿用了FB粉丝团的 再不疯狂就等死的频道名称 再跟再的错别字成了频道的特色 也从这时候开始 他以团长的身份开始招募团员 一起来经营频道 一开始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 不仅频道的订阅者增加的非常迅速 团员们也各有特色 在团队的运作下 再不疯狂就等死在当年每部影片的观看数量都非常出色 业配也都接到手软 不过或许是利益过于庞大 团队开始因为金钱与经纪公司产生的嫌隙 陆续有成员 因金钱与资源分配的纠纷跟公司解约 三位团长与频道创始人的有否希 在解约缝莫中不恰当的处理 造成成员与频道订阅人数皆大量流失 正中在2020年他也选择和狂人鱼的解约 并成立工作室将频道买回 改名称导引好了没 不过在回归个人经营后频道的流量并没有起色 而有否希后来又被踢爆合作经营一番场作谦 以一句很玄欧来回应作谦的事实 被网友戏称为玄学大师 也从那时候开始频道就没有任何的更新 在2012年代表台湾参加英雄联盟四届大赛 拿下冠军而打开知名度的香港人Toys 在离开夺关队伍后 展传在多支电竞战队间担任选手和教练 除了有合约的问题 索下立合战队也一直没有获得太出色的表现 也就在这时候他选择开始专注经营个人的YouTube频道 除了原本就有的英雄联盟直播 他开始尝试游戏以外的内容 美食光大博系列的节目做的真的很成功 让他的知名度走出了电竞圈 但由于希力的用餐评论也让他引发了很多的争议 像是咬不烂的米其妊牛排 让支持的网友到餐厅底下狂刷一心的负评 又忽视到其他网红的店内用餐 当面批评引发超派铁拳的殴打事件 不过这些事件也让他熟练的掌握了流量密码 还凭着心理的发言与炒作话题的能力 让自己总是能非常自然的缴获进各种时事话题 一直拥有台湾YouTube圈子的顶尖流量 每场直播的同时在线观看人数也一直居高不下 被网友们称为流量鬼才 头一时没有停更也没有过气 把他理论上不应该把他放入今天的名单中 不过知道的人都知道 他现在因为个人贩毒事件目前正在牢里复兴 刑期四年两个月 即便出去后可能会被强制驱逐出境 但或许我们在不久的将来 还有机会看到他重回YouTube平台进行直播 太大圈过得好吗 欢迎到理科太太 以至上170知识型YouTuber人设出现在大众视野的理科太太 高学历的她曾自己创业 在获得成功后选择将公司卖掉 全新投入了YouTube的经营 她的频道在当年是很多网友吸收生活科学知识的来源 巅峰时的理科太太频道的访谈邀请可不仅限于网红的圈子 蔡依林 刘德华 蔡康隆等人都是她曾经同台的对象 有一段时间能上她的访谈节目 成了许多艺人宣传的目标 不过随着分享的影片变多 理科太太似乎无法把关所有知识内容的正确性 开始被专家打脸她的影片拥有多项错误论点 甚至有人质疑她智商170的可能性 不过这些其实并不影响她当时如日中天的影响力 把她认为她的流量开始下滑主要源自于停更 为了专注处理自己跟老公的身心状况与婚姻冲突 她当时选择消失在荧光幕前 但是就在她复根不久后 理科太太与先生仍走上了离婚的道路 两人在分开后也因财产分配问题目前仍在产送中 而在2024年年初为了处理家务事 目前理科太太再次选择暂停她YouTube频道的更新 以黑框眼镜配戴胡须的炯心仁 一开始被广为人知是在台湾霸YouTube频道里担任主持人 但后来觉得制作的自由度受限 于是决定离开改为专心经营自己的频道 炯心仁的频道内容主要是做影视阅读的评论与推广 是非常早期的知识类型YouTuber 擅长用简单的话来阐述复杂的知识 她公众集资设立的网路书评节目《窘说书》曾经是很多人选择阅读的参考 她在节目中推荐的书籍也往往会成为盖月博客来销售排行榜的热门 可见她当时的影响力 不过在当时她似乎在制作频道的内容上渐渐失去了方向 尝试其他的题材也没有获得太多的回想 遇到一些争议事件时在处理上也不够圆融而遭到了很多外界的批评 芭拉甚至看过有网友评价她从知识型变成知识型网红 种种因素加上个人感情与精神的问题 炯星人最后公开宣布退出YouTube跑去渲氧升星 直到2023年她才以炯炯的文字与资本主义的频道名称再次回归 不过流量可以说是大不如前 以上就是今天把打盘点几乎消失或是声量大不如前的YouTuber们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曾经是当下流量最巅峰的他们 都不是因为频道的内容不被观众所喜爱的原因 才突然消失在大众的事业 许而代之的事都是个人生活或是身心出现的疲惫甚至被击溃 这其实也很好理解 在创作视频的过程中 追逐流量永远是YouTuber们最看重的事情 但真的跑到了顶点仅仅是维持 往往就能将他们的能量消耗殆尽 观众的口味是日新月异的 YouTuber们其实也被迫与时俱进 没有人能在这个平台上 永远靠着一样的模式一直走下去 不过只要能坚持输出优质内容 尽管过气了 那也只是过程而不是终点 把它真心希望今天提到的创作者们 和正在观看影片的你 能在生活与工作事业上找到平衡 用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